來自巴豆國小的陳湘寧同學 個性害羞 靦腆 在學期間奮發向上 成績優異 榮獲市長菁英獎 自由發揮佔的比例比較多 就是說像他喜歡畫畫 就讓他自己去 那就是他需要幫助 我才會去協助他 那不然我都是讓他自己 那他也是創意很多 自己就是動摸摸西摸摸 然後也很喜歡玩一些手作 而就讀仍愛國小的珍瑜獅同學 就學期間 立定未來目標和方向 成績亮眼 另外就讀上人附幼的黃瑞宇 個性活潑積極 在校成績優異 父母親給予最大的支持 其實我的要求一直以來就是禮貌 然後還有注意安全 那其他的教育方式 通常都是相對開放 對啊 畢竟孩子有他的自主性的發展 那所以我們只能在 必須要求的規範上去限制他 那注意安全這樣 精英獎頒獎典禮 在基隆表演藝術中心盛大舉行 市長謝國良親自表揚 313名畢業生 獻上滿滿的祝福 很高興看到這麼多優秀的學子 大家共聚一堂 然後我們來頒這個 市長的精英獎 那這個代表一個重要的榮譽 也是對他們過去對學業 品德各方面有良好的成績 一個很大的一個鼓勵 那我們也會繼續努力 把我們的這個獎項辦好 我們希望讓更多的學子 大家都繼續努力 好好做好自己的工作 我們也非常榮幸 能夠頒這個獎給大家 為了讓家長得獲獎學生 留下紀念 市任府也特別租借了 美顏拍照機等多款的拍照道具 讓每位與會者 都能夠自行拍照留念 留下難忘的回憶 記者 黃燒民 基隆報導